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Web是怎么工作的 作为基础篇章 我们给大家总共介绍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Web是在哪里工作的 或者说为哪里执行的 其次,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执行的过程中 这个执行者他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类型的内容 才能被我们执行 才能看到像我们之前看到BAT网站上 那种显示效果 最后就说那这些内容我们是从哪里获取到的 好,那下面来看到我们今天说的第一个 Web在哪里工作 在上节课中我们了解到了 Web实际上就是像这样一种有规律的文本文件 然后通过浏览器的渲染 达到了一个我们看到的效果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总结到 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呢 有规则的,有规律的 文本文件 文件通过什么呢 通过一个叫做浏览器的一个人来进行一个翻译 然后来达到我们看到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也在研究Web开发的过程中 其实是首先先要研究什么浏览器的规范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所写的标准或写的文本文件 最终要让浏览器能认识 而浏览器认识和解析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称之为我们今天说的第一个概念叫什么 浏览器的内核 也就是说我们在实际工作开发中 我们会接触不同的浏览器 那么如果要想让我们这款浏览器能够显示出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对这款浏览器的内核进行一定的研究 当然我们所谓的研究不需要去研究它内部的实现 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哪种内核 这种内核的特点是什么 那么这种也是在我们后期学习过程中 经常遇到的一个叫兼容性的问题 好 那么对于基础片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不稍及提议 所以说我们在学Web 它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浏览器 而浏览器起到了一种执行和解析的功能 那么浏览器的厂商有很多 那么浏览器又该如何去来制定自己的一个解析规则呢 所以这个时候在很久之前 我们很多浏览器都有自己的规范 所以这个时候Web开发人员是非常的苦恼 那么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那么这个标准大家也需要记住 叫W3C这个组织提供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叫HTML5的标准 当然HTML5它跟我们刚刚讲的HTML还不太一样 那么这个名字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系列的标准集合 这个标准就是我们所说的规律 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很清晰了 我们所谓的Web开发 其实就是在学习我们W3C组织提供的标准 然后用这个标准来设计我们这样的文件 然后利用这个文件让浏览器进行一定的解析 然后达到我们这种绚丽的效果 好那么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应该非常清晰了 Web是在我们的浏览器上进行工作和执行的 那么找到了工作的地方 那么我们这个工作的软件或工作的组织的这个人 他有什么样的能力呢 那么就是我们什么类型的内容我们才能被执行呢 刚刚我们看到了我们显示的一些什么 一些有规律的文本文件过后 它能够进行渲染 所谓的这些文件 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让浏览器能够被执行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文件呢 好首先我们给大家来打开 你看像这个地方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文档 那么大家在后期可以在资料上看得到 比如说第一个叫HTML文档类型历史 这是一个什么TXT 我们称之为叫做文本文件的东西 那么这个文本文件呢 我们来看我们现在呢 把它拖到我们的这个浏览器上 然后我们看看它能不能打开 好大家看当我拖上去过后 它其实能够显示出来 对不对 但是呢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点右键 你看仍然能看到显示网页原代码和检查 对吧 那么显示网页原代码的时候 我们打开看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内容 其实并没有看到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部分的内容 这个部分中是不是有很多 这种像什么 兼括号的东西出现 对不对 而我们这种普通文本文件呢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就这些兼括号是我自己手动去写的 但实际上呢 很多文本上根本就没有这些兼括号 甚至来说颜色也没有发生变化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浏览器呢 它能够执行我们的这种什么 文本的文件的内容 它能够知道 但是呢 由于我们的文本呢 没有按照这种特殊的语法规则 或者是特殊的规律 去编写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的效果呢 跟我们看到的这个效果不一样 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 想对它进行一些什么 颜色装修 好像很难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明白的 就是说我们的浏览器实际上是能执行什么 文本文件的 但是这个文本文件呢 那么它是能执行 但是呢 如果想达到我们想要的网页效果 那么这个文本文件就必须要遵循我们 W3C主持提供的这个标准 来形成的文本文件 它才能进行什么 更漂亮的渲染效果 好 那这是我们第一种需要理解的文本文件 被浏览器能够执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思考第二个问题 那如果是普通的文件 比如说我们线面再给大家看 比如说你看像这个地方 我是一个PDF的文件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有一个我们的Excel文件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 用同样的方法呢 我们来拖到我们的浏览器上 看一看能不能实现我们的效果 首先第一个 我把PDF拖进去 好 大家看 这个时候呢 你会看到 确实显示出来了 但是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 我点右键过后 大家看 我有没有看到 有什么查看网页原代码的东西 实际上是没有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如果我现在拖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 一个Excel文件 好 我们再把它拖进去 好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其实我拖 好 拖进去 好 没有什么效果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换一个 咱们再换到这个 界面上 咱们再拖到这来 好 大家看 其实已经你发现没有什么效果 而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下面有一个下载 就是它会把这个文件下到它本地上去 所以说这么来看的话呢 我们都会发现有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浏览器 浏览器 在除了文本文件以外的其他文件的执行上 都会有一些什么 力不从心的地方 那么这些其他文件它是什么概念呢 其他文件的特点是什么样呢 下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这是Mac电脑 那么后面呢 大家如果是用Windows电脑的同学呢 你可以打开Windows下的祭司本软件 打开过后 那么这个软件呢 我用的是Subline 那么这个软件跟我们的Windows的祭司本非常像 它也是一个什么 查看网页内容的一个什么 一个编辑器 好 比如说刚才我们把我们的文本文件 拖到这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 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看到的就是一些什么 我们人能看懂的一些什么字符 对吧 好 但是如果说呢 我们把刚刚我们的PDF 或者是一个sell文件 我们随便拖进去 我们看一下 好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内容是什么 是一些数字 对吧 那么这些数字呢 其实如果说在我们Windows下看呢 它还会再做一个变化 就是这个软件 它会直接把文件的内容看到 但这个内容呢 对于我们在Windows同学看的话 它会再做一个变化 就是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大家看就是这种乱码 就是你看不出来它是什么字符 对不对 只能看到有些单词认识 你看PDF可能认识 5啊 0啊 这些地方认识 但是其他的这些字符 你根本认识不了 而且我们这个PDF打开过后呢 你会看到是明明是一篇这样的文章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用记事本的方式打开 你会看见是乱码 那么这种文件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什么呢 称之为叫做其他文件 那这个其他文件呢 我们有些时候呢 会产生一种术语 叫做数据文件 或者称之为什么 二进制文件 那这属于我们计算机的一些 基本的概念而已 好 那么所以说通过这个地方的理解呢 我们知道了 我们的浏览器并不是万能的 它只能去执行什么文本文件 但可能有些同学会说 哎 老师不对 刚刚我们的这个PDF文件 为什么浏览器打开呢 那其实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浏览器打开的效果 其实并不是浏览器的功能 而是浏览器加上了 我们现在这台电脑上 安装了PDF的阅读器 他们两个合作才把这个文件打开的 如果说你的电脑上 把这个PDF的阅读器删掉 那么这个时候 你再把这个文件 什么 拖到我们浏览器上 那么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浏览器 什么 仍然会变为下载功能 而不是我们的什么 显示效果